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七百六十集 监察抵御 此事啊 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我这个监察室 白小春沉吟着 白昊的计策在他看来极为狠辣 让他有些迟疑 不过此计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去用 眼下倒也不急 师尊 我们也要开始暗中布置 以防鸟尽工藏之事 白昊看了白小春一眼 再次慎重开口 放心 此事为时有经验 白小春哈哈一笑 他不这么说还好 一这么说呢 白昊立刻有种不妙的感觉 只是看师尊这么自信 他也实在不好说些什么 只能苦思冥想了不少办法 不断的与白小春沟通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四周的诡异之事倒也没有继续发生 而白小春在这沟通中对于令牌的炼化也没有停止 清晨时白小春外出一趟 发现那禁止还在 自己依旧无法走出这监察府时 他已经完全确定只有炼化了令牌才可掌握这些禁止 于是继续炼化 很快的 在这第二天黄昏即将降临时 白小春终于将那令牌彻底的炼化了 用了计十三个时辰 比预计耗费的时间还要长 在这令牌被炼化的刹那 白小春深吸口气 看着快要黄昏的天色 他神识默然融入令牌内 脑海直接就传来如天雷般的轰鸣 在这轰鸣中 他的神识与这令牌融合到了一起 竟在他脑海里浮现出了 整个监察府全部景象 再看到这景象的瞬间 白小春睁大了眼 整个人身体狂震 更是倒吸口气 甚至以他的定力 也都惊呼失声 这是 这是 他的脑海里 监察府如同被缩小了无数倍 清晰无比 他竟是修建在一口口棺果上 可以说 整个监察府的地底都是棺果 那棺果之多 密密麻麻层层叠压 一共九层 足有十万以上 而且每一个棺果内 都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而越是向下 棺果就越少的同时 散出的波动 也就越是让白小春心惊 尤其是在最下方的第九层 只有一口棺果 可其那散出的气息 让白小春通过那预见 感受到了后 都傻眼了 那赫然是半神的气息 天哪 这白小春胸膛起伏极快 他更是发现 这所谓的身份令牌 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器 操控着十万棺果的法器 他甚至有种清晰的感觉 只要自己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这十万棺果 同时开启 使得其内存在的尸骸 睁开眼 遵从自己的全部命令 这就是监察府吗 白小春整个人都有些懵了 好半生 他才收回神石 呆呆的看着手中的黑色令牌 他不相信这是主令牌 他明白 大天使不可能将这么一股 惊天动地的力量 完全的交给自己 这应该是紫牌 真正的主令牌 是在大天使的手中 他可以随时让监察府下的 这股势力改换门庭 不过 这也没什么 只要我不是与大天使作对 我就能用这股势力 那就足矣了 白小春 激动振奋不已 他调整灰膝后 立刻神石再次融入令牌内 向着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 埋葬棺果的地方 猛的一鸣 苏小 白小春意识刚一波动 立刻他锁在阁楼的大门外 那片青石地面上突然震动 眨眼界地面碎裂 一口充满了沧桑气息的黑铁光果 直接飞出 轰的一声 竖着落在地面上时 那光果的盖子更是直接被一股大力 从内部猛的推开 随着棺果盖子掉落 一股死亡的气息 带着腐朽扩散四方 在那棺果内赫然走出一个 穿着黑色铠甲 戴着黑色面具 全身上下散发出阵阵 无法形容的杀气大汉 这杀气之强 自曾经杀了无数 让白小春也都灭色变化 他缓缓走出 直至到了白小春的面前时 慢慢地抬起头 其目中露出赤色的光芒 一股园婴大圆满的波动 赫然在这黑甲尸葵身上 清晰扩散 他看了白小春一眼 似牢牢记住白小春的气息后 这才低头 砰的一声 竟半跪在白小春的面前 拜见大人 嗡嗡的声音 从其口中传出 低运中蕴含了无上的尊敬之意 白小春神情一宁 目中露出强烈的身材 白浩魂一眼是吃了一惊 这监察府竟藏着如此地狱 白小春拿着令牌 机动中神识在内不断的凝聚 向着一口又一口的光果 传出了苏醒的意志 很快的 转个监察府内大地轰鸣 一口又一口光果陆续飞出 眨眼界就足有上千口之多 全部降临后 那些光果的盖子都被推开 走出一个又一个气息一样的黑甲大汗 这些人中最弱的也是原因中气 最强的则是两位半部天人 他们的出现傻气惊天动地 影响了此刻的风云变换 四周似乎隐隐间 还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回扰 而这也仅仅是监察府地下 众多光果中的微不足够的小部分而已 白小纯想要召唤更多时 却发现这令牌也不是万能的 存在了一些限制 似乎最多的也就召唤出一千而已 而且只能召唤前七层 而在第八层中 有十口光果 上面散出的气息 那是天人的波动 可却明显无魂 只是肉身之力 千人也可以了 白小纯 没有因此气馁 此刻欣喜无比 看着那一千个黑甲大汉 他哈哈大笑起来 那种感觉 似重新回到了长城 意志之下 千军其出 这要是前几天 那些人再来惹我 我都不用说话 一挥手 就可让那些人全部趴下 白小纯兴奋中 信心也无限生气 对此之后 他觉得大天师果然比巨鬼王靠谱好多 巨鬼王给的赏赐都是虚的 可这大天师出手就是千军 除这千军外 白小纯还在那黑色令牌内找到了另外的用法 他发现这令牌里竟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罗外相覆盖了整个蛮荒 以及奎黄城内的所有权贵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 时刻盯着所有人 将他们身上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都汇聚在这令牌中 使得掌握这令牌之人一扫之下 就可以知晓天下几乎所有密文 这就让白小纯亥然心情不已 他立刻就从这些消息里查出 当日那数百人之所以围攻自己是因有人造谣 推波助澜之下才引起了众怒 出现了围杀之事 而那造谣的罪魁祸首 其中周红竟只是一个引子 几乎所有炼魂湖内白小纯生擒之人 都在这里起到了一些作用 而这些都是表面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 赫然存在了两个皇子的痕迹 白小纯立刻就怒了 这些事情他之前知晓的不具体 演一下才算真正清晰 尤其是白小纯想起周红身边那个拿着罗盘的青年 于是立刻通过令牌去查找 很快的他就对上了号 那罗盘青年赫然是大皇子挥下的客亲之一 欺人太甚 白小纯咬牙切齿劲 想起大天师给自己的任务 又想起这些权贵对自己的杀机 他目中也露出了寒芒 师尊此事要忍一下才好 若是因此坏了大天师的事情 我们就被动了 白昊的魂在白小纯身边 眼看白小纯似怒及连忙问询 知道了答案后 他想了想 全说道 此事不能忍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反正大天师也不知道谁心想葵煌 也没告诉我 谁不能去查 白小纯一白手 他眼下大权在握背后又有大天师 可以说是小命安全的很 以他的性格自然是要去报仇 不过白小纯也明白 自己虽有大天师的法治 权力不小 可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据 这样的话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被动 证据难找 可这是对别人而言 白小纯一想到证据这两个字 他的脑海里就立刻浮显出了 巨鬼城的黑牢内 那些重犯心里藏着的包罗外相的秘密 走 我们去奎黄城的大牢 白小纯傲然开口 带着白号的魂飞出 心念一动 立刻那一千黑甲大汉瞬间飞去 簇拥白小纯直奔原处 如今虽是黄昏 可奎黄城内的热闹繁华还远远没有消散 街头行人众多 而白小纯带着上千黑甲大汉 一群人气势汹汹 所过之处如阴风扫过 气焰嚣张的同时 那些黑甲大汉身上的死亡之意 以及那惊天的煞气 立刻就让所有看到之人心头全部一震 那些什么人啊 好重的煞气 这不是白号吗 他身后那些黑甲浑袖 怎么一个个看起来充满了惊人的死意啊 议论之声 顿时四起 白小纯振奋得意 感受着无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整个人意气风发 大有一种千军在手 谁敢惹我的感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